台湾这回要靠观光来行销 找来的是偶像团体贝伦海 连续两年担任观光局的日韩代言人 不同以往的宣传广告片 今年呢特别赤字了四多万 拍摄的是观光局的代言MV 而且找来的是现在当红的 在偶像剧里面饰演山菜这个角色的韩星 聚会善来合拍 就是要行销台湾 今天就是女生 一条是女生 对我 对对对 沉在首都曝光的花火厂区 蝴蝶馆前取景 沉隆海四位大男孩 二度担任观光局日韩代言人 发射器再来一点 好 好 先这样 其中笔挺为观光局代言 一年代言宣传费八千万 巫童以往三十秒的广告片 今年赤字四百万 首拍观光MV时间长达三分钟 还找来韩星聚会善 担任MV女主角介绍台湾美食 每个人都会带她去一个地方 然后可能那个地方的特色 可能是风景或是美食 然后最后晚上 我们好像会带她一起去 最有名的士林夜市 然后到时候要边吃边拍 其中台湾MV不只有帅哥力挺 还有剧情 由四个不同角色 摄影师 调酒师 路人 以及厨师串起的故事 主机踏片台湾著名景点 有鉴于去年四位帅哥 拍摄的广告片成功行销台湾 观光局今年再加码 大手比拍MV 预知效益更大 还打算再推这张日韩粉丝 爱不释手的CD 赵飞龙海在代言对日韩来台观光送应 观光局很有信心 东三新闻临近卢俊敏 大博